记忆的持续性的循环得到终止 让他不再能够相续 心里面想着这样子做是不合理的 不应该这样子 就应该要由衷的产生 对已造的罪业的懊悔心 如此一来 如果能够发起由衷的懊悔的话 即便是无始至今 生生世世所造的罪业 造成的染污 盖障 都能够被清静的 所以忏醉之 它是普遍对峙一切罪业的 一切烦恼的对峙方面 查到的有没有几岁人的连污 有没有把这些人 这些人的内容有的 这些人就继续在这里 查到的有没有几岁人的连污 刚才说的这个人的 就把我们查到这里有的 这些人的忙活着 在这去想涉及了 这不可以用的 在这放在这里 有所感觉 再来随喜知识对治 嫉妒烦恼的 在所有烦恼当中 嫉妒可以算是极为细微 难以察觉 自然而然就发生的一种心理的状态 而且对于烦恼来说 它能够起到的障碍的作用 是非常强烈的 我们往往会对他人的不幸 他人的不顺遂 产生幸灾乐祸的颠倒的随喜 或者是对于他人的好处 对他人拥有的一切有益的事情 产生嫉妒心 当之如此一来 会给自己带来的只有一切的痛苦 会使自己的善根退失而已 幸灾乐祸跟嫉妒他人 乃至于他人竞争 实际上都是会使我们福德衰退 减损的主要的障碍所在 所以我们应当秉除嫉妒心 秉除竞争心 而由衷的为他人的一切好 为他人的一切善而做随喜 如此的随喜 能够使自己得到同分的福德的 那么用心 点 XX measures 神正的理论 对他人的食妒心 就是让我们给比悦 来及自己因为 继续 tin molecule 这种原因 我没有请求 评论 例外 李 Luiani 不请前后世等的道理 对这些道理不请信心没有信念 如此一来 透过政法才能够转变这样的态度 因此请转政法法轮 能够作为愚痴烦恼的对峙令 对峙疑的真正的文化 我们要看上演的都文化 我认为银河飞行的外户 你能够赠海的文化 在此之间的学生 许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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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合做生意的 但是他做的 那他是人家跟你一起玩 他就能玩的 那是有很多事情 他就熟了 下面他就 build 我就是要不要搞 他就文化了 也就能跟他有 再来怀疑心是愚痴烦恼的一个层面 它可以说是愚痴的知分 为了要能够对治怀疑心 所以要请佛注释 那么有些什么样的怀疑心呢 比方说怀疑佛陀是否存在 或者认为佛陀过去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 但现在他已经不再相续了 他已经不再存在于世 实际上诸佛并没有所谓的不存在 停止存在这种事情 从究竟的层面来说 圣意的如来藏是横石在那的 它不会断绝 从世俗相对的层面来说 菩提心也是不会断绝的 因为这两者都不曾断绝 所以佛的相续也不会断绝的 如果对此有信心的话 便是请佛注视 再来是为了要保全善根 不被我执所摧坏 对至我执的对之力 为回向善根之 也就是不带有我执的 将自己所造的一切善根 为了友情的一切利益 为了友情能够成办 究竟佛果而做回向 如此一来 就不会因为称心 愚痴心等的恶因缘 而令所造的善根失坏 以此来保全善根 这个是回向善根之 以上所讲的是七支禁共的 大致上的道理 大家应当了解他的意涵 而且要晓得他的重要性所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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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 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 座落于台南市归人区 隶属于海涛法石慈悲制野 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 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 映入眼延近视绿油油的田地 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护生园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 风景秀丽 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 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 更显其生机勃勃 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 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 以及171头猪 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 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之门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田地 两者虽属不同互种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 稍稍接近围栏 狗儿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彼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减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蒙面 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地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渐渐恢复风硕亮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肢们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悉 猪肢发出的声响也不分选指 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母后的微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来外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 及灵性智慧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深深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 中华护生协会广邀您一同加入护士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善用慈悲的能量 修行佛法应该要让心变得非常敏感 就是不忍众生苦 由于慈悲心的驱使 我们对于任何生命 一切众生 一点也不愿意让他们受苦受难 就像每个孩子 都是父母心头上的一块肉一样 永远是绝对的细心呵护 心清静则众生清静 众生清静则世界清静 当我们内心没有烦恼自我与对立 只怀有慈悲奉献与智慧时 就是进化了一切负面的情绪 极乐净土也就永远存在于我们心中 一分清静即是一分净土 十分清静即是十分净土 我们不必要求他人对待我如何 相反的 应该检视自己对待他人如何 当我们是永远忍让 永远慈悲 永远付出的对待一切生命时 所得到的回应 也将会是正面与善意的 光明的人生 应该由我们自己积极制造 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散播慈悲 以及佛陀的法音 活着就是为了修行 就是为了推动道德良知 以及佛陀正法 这也才是生活的目的 也是一种责任 不要在自私地只为自己而活 应该学着为他人的福祉而活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 是由众生的共业所成 是由于众生的心念 行为 而形成所谓的世界 如果希望世界更美好 唯一方法 就是依靠众生的善念与善行 才能成就 众生共同的清净 共同的慈悲 将能转变我们的世界 使之更趋于良善与美好 当有人欺负我们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地会以愤怒 称恨的力量来压制他 这种以愤怒 称恨的力量作为保护与防卫 其实是相当愚笨的做法 真正能够作为我们依靠 与保护的力量 唯有无私的大慈悲心而已 一颗调柔的心 就是世界的珍宝 因为调是指调福 就是善于调福烦恼 控制欲望 柔则是指大悲心 慈悟一切众生 适度有情 能拥有一颗调柔的心 才是人间的无上至宝 众生的唯一处 当内心充满慈悲的力量时 即使遇到困难与逆境 也会转换这些负面力量 使之朝向正面与光明 无私的慈悲心 就像一双带领我们 自由飞翔的美丽翅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